真正L5的无人驾驶确实还要比较长的时间 在完全开放道路上不受任何限制 要自动驾驶的话 估计还要十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那今天在一些相对封闭的园区 就已经可以开始尝试了 像疫情期间 我们在一些封闭的地方 比如说在海淀医院 就给这些医务人员送盒饭啊什么这些 就已经没有人再进行干预了 那么以后呢 在比如说高速公路的这个场景上 他因为没有交通灯 甚至没有行人 这个场景比较简单 可以就是自动驾驶会更早的到来 在最后一公里 当行驶速度足够慢的时候 那么他的安全系数也就提升了 也可以就是更早的来实现无人驾驶 也就是说以后你开车 比如说离办公室已经很近了 但是堵车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自己下车 这个车它可以慢慢的开到停车场 找到停车位等等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那么即使是全自动的这个驾驶汽车 技术已经成熟的时候呢 替代现有的汽车也还要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讲呢 整体这个顶层设计是需要同时容纳 有人车和无人车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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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